1951年,辽宁公安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庄里,抓捕了一位81岁老农,燕明正身后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。公审大会当天,刑场周围围满了老百姓,大家看着跪在刑台上的老农纷纷拍手称快,可这位即将被执行枪决的老农,却没有露出一丝害怕,反而趾高气昂地对着台下的百姓喊道,我这辈子活得值了。 群众见老农临死前,仍没有一丝悔悟,有的人朝他扔菜帮,有的人还气愤地上前准备动手打他。这位81岁的老农究竟做了什么?为何会激起如此大的民愤?这位名叫刘宇田的老农,是一位给日本鬼子服务了51年的老汉奸,在81岁的高龄才得到制裁,上天对他真是太怜悯了。 那么,刘宇田为什么会走上汉奸这条路呢?这一切的一切,还得从他的父亲说起。刘宇田的父亲是辽宁大连普兰殿区,一个非常有钱的地主。虽然财大气粗,但是个出了名的怕老婆。 因此一辈子只有一个太太。然而两人结婚多年,却一直没有子嗣。这也是成为夫妻两人的一块心病。尝试过各种方法后,地主的老婆终于怀孕,偌大的家业后继有人了。地主心情十分愉悦,对老婆更是百般宠爱。 1870年儿子出生了,地主给自己的宝贝儿子,取名刘宇田。由于只有这么一个儿子,从小也是十分溺爱,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。这也是让刘宇田养成了顽固的性格。 而地主也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反而觉得自己家大业大。就算儿子一辈子不干活,也能让他不愁吃喝。不过到了18世纪末期,社会讲究是农工商,仅仅有钱是不行的。 一个家族想要光要门楣还得走势图。父亲便把期望全都寄托在儿子刘宇田身上。特意把儿子送到私塾读书。可享受惯了荣华富贵的刘宇田。怎么吃得了读书的苦?整日想方设法扰乱课堂秩序,偷偷跑出去吃喝玩乐。老夫子看到这样的学生也是唉声叹气。为了不影响到其他学生上课,老夫子只好找到地主,劝说让刘宇田退学回家。 地主一心想让儿子考取功名光宗要组,怎么会愿意让儿子退学?立马回绝了老夫子的请求。 刘宇田在私塾又读了几年书,前后参加了两次科考,最终都名落孙山。地主心灰意冷,知道儿子根本不是读书的料。 这才不再强制刘宇田读书。由他去了,没有了父亲和老夫子的约束。刘宇田更是放飞自我,整日出入一些风月场所,更是一门心思扑在寻欢作乐上。 在这些地方待的时间久了,自然也是结交了许多狐朋狗友。 其中有一位叫郑永昌的男子,更是改变了刘宇田的一生。 郑永昌虽然叫着中国人的名字,可他却是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。 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,日本间谍。他来中国的目的是搜集大量情报和拉拢中国人,为日本以后侵略中国打下基础。 郑永昌自从与刘宇田认识后,对他是百般讨好,因为刘宇田是个非常好的帮手。 他家境优渥,头脑简单,如果能拉拢他为日本帝国效力,肯定收获颇风。 在郑永昌的洗脑下,刘宇田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向往,甚至开始怨恨自己的国家。 甲午战争爆发后,日本侵略者踏入中国的土地。 这时很多中华儿女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国家和领土,可刘宇田却加入了汉奸的行列。 当时刚进入中国领土的日本人,对个地方并不是很熟悉,急需一个熟悉地形和环境的中国人坐向岛。 于是郑永昌找到了刘宇田。 郑永昌利诱刘宇田,只要你投降皇军,保证一辈子荣华富贵。 金票大大的有。 沉浸在金钱权力漩涡中的刘宇田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郑永昌。 给日军坐向岛。 他不仅给日军带路,后来还自告奋勇当翻译。 甚至还为日军提供了东北地区的详细地图。 这也是导致清军屡战屡败。 损失惨重。 更让人气愤的是,刘宇田为了攀附日本人, 还鼓励当地主的爹加入汉奸行列, 拿出自己的家产为日军购买军需物资。 这些行为也是十分讨日本人喜欢。 日本军官为了鼓励刘宇田继续为日军效力, 特意赠送给刘宇田一把武士军刀。 这让刘宇田更加耀武扬威, 更加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做事。 多行不义必自毙。 刘宇田的汉奸行为让国人恨得牙痒痒。 恨不得让政府立即处决了他。 果不其然。 日本撤出中国后, 清政府立即发布了刘宇田的通缉令。 一时间刘宇田成了过节老虎人人喊打。 为了保命, 刘宇田找到昔日好友郑永昌, 恳求其待他一起回日本。 日本人对叛徒当然也是不齿的。 但见刘宇田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, 而且留着他以后说不定还有用。 于是便安排刘宇田到日本生活, 并给他安排了一个教师的工作。 到了日本后, 刘宇田为了能更好融入日本人的生活, 第一时间为自己改了个日本名字, 叫做龟田松太郎。 不久后他就以中文老师的身份, 出现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。 刘宇田少年时最不喜欢的就是读书, 彼时在日本却成为日本军官的中文老师。 说来真是天大的讽刺。 在当老师的期间, 刘宇田可谓是兢兢业业, 倾囊相授。 而他教出的这些日本人却都是中国的敌人。 到了1904年, 日俄战争爆发。 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的刘宇田又再次跳了出来, 主动请英回到东北为日军效劳, 帮助日军对抗俄军。 在刘宇田的帮助下, 日军情报粮草充足, 最终打退俄军取得了胜利。 之后, 刘宇田以旅顺关东都府高级顾问的身份, 留在东北积累了万贯家财。 彼时的他可谓是富可敌国, 不仅拥有几千亩土地和上百间房屋, 还开设了银行。 他敛财的同时也不忘为日本人效劳。 他帮助日本培养特务间谍, 手下的特务遍布全国各地, 也是为日军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 刘宇田为了向日军表忠心, 回到老家便卖了所有家产, 给日军无偿捐献了多架战机。 日本人看到刘宇田如此忠心, 自然也会给他点小恩小惠, 于是给这些战机取名为宇田号。 刘宇田自信地认为, 自己与日本人已经真正成一家人了。 可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, 一个能出卖自己国家的人, 又怎么会值得信任? 如果不是因为刘宇田还有利用价值, 早就被抛弃了。 在八年抗战中, 虽然出现过不少汉奸, 但同样也有很多有志之士。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国家和民族, 经过不懈的斗争。 1945年, 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。 没有了日军当靠山。 刘宇田自知自己过往的行为, 相比十次都不够。 于是想要逃到日本, 寻求庇护。 可这次日本人拒绝了他的恳求。 因为此时已经年过七旬的他, 没有了任何的利用价值。 就在刘宇田手足无措时, 解放战争爆发了。 他卖掉剩余的家产, 贿赂了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, 最终让他脱罪潜逃。 趁着国内一片混乱, 刘宇田改头幻性躲到家乡一处偏僻的山村, 当起了农民。 每日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。 这一躲就是四年。 刘宇田本以为, 自己躲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被抓住。 自己的事, 国家肯定是不再追究了。 于是放松了警惕。 到了1950年, 新中国成立后, 全国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。 此时已经81岁的刘宇田, 被人举报到公安机关。 在公安的调查下, 确定此人就是不对, 寻找多年的大汉奸刘宇田, 立即展开了严密的逮捕行动。 1951年, 潜逃多年的刘宇田终于被逮捕归案。 公安在审问他时, 刘宇田一开始死不承认自己的罪恶身份。 当公安把各种证明他身份的资料和罪证摆在他眼前时, 刘宇田知道自己这次是躲不掉了, 也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了。 可刘宇田在为执行枪决关押在监狱期间, 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。 他对自己卖国求荣的罪行不但没有深刻悔改, 反而还得意洋洋地跟御友说, 自己活了81岁才被抓。 日本败走之前的日子可以说是享尽荣华富贵, 要啥有啥, 这辈子可以说是值了。 刘宇田在被执行死刑前, 面对群众珊瑚海啸般的声讨, 他仍然不知悔改地大喊道, 我这辈子值了, 没有白火。 随着一声枪响, 刘宇田重重地倒在了地上, 这个可恶的大汉奸终于结束了他卑劣可耻的一生。 围观的百姓看到这个臭名昭著, 恶贯满盈的大汉奸受到正义的审判, 纷纷拍手称快。 回顾刘宇田的81年, 他这辈子的确是享受到了很多人无法触及的荣华富贵的生活, 但他罪大恶极, 患是作禁。 他的一生是卑劣的一生, 是可耻的一生, 必定会受到人民正义的审判, 被定在历史的一生。